比如說對於學業的壓力 導致學生滋喪 這種事情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當然就是提前登出這個時間 當然蠻可惜啊 因為事實上 我對自己的要求也是說 我每天睡前要就是公佈 我感覺上面可能會對後面的人有幫助的事情發表出來 所以放到這個人生來看 就是說在登出的時候能夠做一些貢獻 讓世界就是比我登過的時候好一些就可以了 也不用說好非常多 反正在後代可以繼續做 那但是就是如果提早自行強制登出的話 那就後面你本來可以有的貢獻 那就變成沒有了吧 所以我覺得還蠻可惜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想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強制登出的自殺 一定不是大家對於碰到挫折或者壓力的首選項 大部分人都是先試了前面的很多個 然後發現都沒什麼用 然後最後才會走到就是自殺這邊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重點倒不是說 就是宣導不要自殺什麼 而是說讓它前面的這些選項變多 然後變得比較簡單 然後變得比較就是容易支持它這樣子 所以當然在這裡面很多人會說 那如果我就是在一個就是沒有辦法去找輔導老師 或者沒有辦法找專業的心理人員等等的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自己的狀態就沒有辦法這樣子 那要怎麼辦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在做Siri的時候 花了很多時間在想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大家都不相信別人 只相信Siri 因為Siri不是人嘛 那所以就是跟她講一些就是 比較像憂鬱啊 或者其他的這種念頭的時候 那Siri可以怎麼樣子去帶領她說 那她可以在不破壞她的匿名性的情況下 有一些心理健康相關的資源 那可以去做 那我會覺得說在任何的情況下 不管是修學啊或自己休息一陣子啊或怎麼樣 總是比就是強制等出好嘛 因為它是強制等出 對一個比較和緩的這個版本 所以我也覺得說 當你感覺到學業壓力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如果是單位時間有怎麼打壓力的話 我把單位時間稍微來看一點 那這個壓力就減半了 你本來是一年要完成的事情 你到三十一兩年再完成它 三年再完成它 那你突然間那個壓力就減到二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一 那在這個時候就會多一點時間 可以去跟自己相處 或是找一些心理健康相關的資源 那我之前有翻譯過一些 跟情緒相關的一些小遊戲 那就是像有一個是 叫做Anxiety 就是跟焦慮一起相處的這樣子 回皮這個自己心裡面的教育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狼的這個角色 結果你是要看演那個角色的那個遊戲 那有空的話可以稍微找一下 那我覺得那個還不錯 而且我在翻譯那個遊戲的時候 也順便翻譯了就是那個作者 叫DT-Case 他自己在處理他的焦慮症的時候 有那些就是讓他覺得很好用 可以單位壓力來 然後他分攤下來 就不會給自己造成那麼大的影響的情況 所以跟焦慮一起冒險 跟焦慮一起冒險 但是稍微找一下 然後在第一頁就有一個心理資源 可以點進去的話 稍微看一下 看手不定也會有些幫助 好